耶 好了好了 可怜可怜 好快的 虽然听起来有点不公平 但是在做试管的这件事情上 99%的事情就是女生在做 男生可能只用贡献那1% 然后我也知道做试管 女生可能要打很多针 然后要做很多测试啊 抽血啊什么的 其实对于一个非常怕痛的我来讲 算是一个挑战 但是我的内心却空前的 觉得有一种平静 就是我终于不用像无头苍蝇一样 自己在那里努力的尝试 有一个医生 一个权威的专业的人士 是在引领我走向一个非常有希望的道路 所以在开始做试管的时候 我的内心真的充满了希望 这个小蛋太乖了 然后在2021年的3月份 我们开始了第一个周期的猝牌 今天又来了 可能要做这种什么弓枪造务之类的 但一个有可能不做 We will see 我们今天来看医生 然后本来就是应该可能这个月就可以开始 猝牌 然后开始打针 开始怎么样的 但是因为我上个星期吃了病院药 然后大姨妈一直没有来 我心里面就一直觉得怪怪的 哎 我很烦 我也不知道 所以我们决定 对 下个月重新来 对 等我把病院药停了 然后来大姨妈 然后下个月再来大姨妈的时候 然后再 开始就图个我心里面舒服吧 我觉得这个其实也蛮重要的 不然如果之后有什么不好的事情 我就会怪我自己 为什么没有等一下 对 Well 那就下个月再开始吧 对啊 还差30天吗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跟医生见面问他的问题 就是说 如果我们一旦开始最快多久能够怀到小孩 医生就跟我说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可能三到四个月 但是大家一定要做好准备 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 真的有很多很多的不确定因素 也要做各种各样的身体的检查 其中任何一步 如果没有对的话 你都需要终止你正在做的事情 可能需要调理好身体 然后再开始啊 整个试管的过程中 自己要知道自己身体的感受也非常的重要 像我第一个月做了不到一个礼拜 就因为我自己 其实是我自己心里的原因选择了停止 想想呢 觉得有点浪费时间 但是其实我觉得也很重要 因为试管这件事情呢 它不仅花精力 花体力也非常的耗钱 美国这边呢 我基本上保险是不包的 我知道好像有极个别的公司 有特别好的保险 是可以给你付这个试管的费用的 但是它都有很多的条件 你希望自己做的每一步都是认真负责的 你也不希望你花出去的钱 就是这样打水票 所以我就告诉自己 在做这个的任何的过程当中 我自己都要非常的舒适 那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呢 就是你一定要相信你的医生 其实在做试管之前 我有天天在小红书上 在网上各种论坛上面看大家 做试管的一些经历 你会学到很多东西 但是也会让你开始产生一些焦虑 真正的开始做试管了之后 我就不看这些东西了 我就选择相信我的医生 其实我觉得试管这个技术到现在为止 已经算是比较成熟了 不管你是看了哪一个医生 去哪一个医院 它大致的这个过程 其实都差不多 那有的医生可能选择这样做 有的医生可能选择这个药物 都有他们的原因 而且每个人的身体不一样 医生会根据不同的人 有不一样的诊断方法 交给他百分之百的相信他 也不要去看什么小红书之类的 只会给你增添很多不必要的焦虑 我就告诉自己 把自己反正调整到最好的状态 积极的去配合医生 剩下的一切就交给命运吧 今天是4月13号 我现在已经停在医院门口了 准备开始这个月了 看完了 然后顺便去楼堂超市 一切都正常 然后之前我有一个 验血的报告也出来了 所有的数据都非常正常 非常健康 对这周我就要开始吃药了 我已经消完毒了 然后这个是粉 先个薄荷片 要放个歌吗 我不要 我不要 你想打这儿吗 打这儿吧 好吧 有点紧张 我应该这样扎下去 对90度 我害怕 不要害怕 我害怕 不害怕 我说不要看 不要看 我真的 我属三二一 我捏还是你捏 你捏吧 好好的 我害怕 不要好 你要动的吧 不要害怕 打这儿 三 三 二 一 不要动 痛吗 好痛 痛吗 痛 三 二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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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动出来了 不要打完 我再犯满鬼 三 二 好了 冲手 不痛不痛 吹吹吹吹 没事 我拿个纸帮你按一下 好 可怜的宝贝 有点痛 嗯 那个药 那个药进去 嗯嗯 有点痛 打的说不痛 你打的很好 那个人说 他说要慢慢推 不然有烧作的 我是不是推的 还是有点快了 我也不知道 他说一般不出去 就不用管了 换好了 厉害 有点痛 厉害厉害 对 直接放进去就好了 耶 其实我可以这样子打着 这样子打几下 我就可以这样推 我不用这样子打 还是这样推 第一次手 完全那个 他说一点都不同 今天是打针的第一天 反正比我想象中好 我觉得一开始 还蛮觉得打针很可怕的 但是我最近心态调整的很好 然后就没有去想这个事情 听医生的 他说什么 我就做什么 他让我打什么 我就打什么 我也不要去查任何的小红书 资料什么的 因为查了我整个人 就是有点焦虑 该干嘛干嘛 然后其他的时候 我就不想这件事情 迪伦手艺还可以 反正今天打了两针 也没有淤血什么的 就还行吧 早上的针稍微痛一点 晚上的没什么感觉 加油 溜念一下 可以就来了 三二一 别吓 快点 快点 好痛 好了吗 OK吗 啊痛痛痛 痛痛 sorry 再坚持 二二五哦 嗯 不要你就 你就 自己就自己打 快点 五行了 坐一下 坐一下 为什么你看这个这么痛 sorry sorry 我觉得应该坐着打是不是 嗯 我想坐 我心跳太快了是不是 对 难受 我打 今天怎么这么痛呀 我死不过 不痛 好了 喝点水吧 好 我去给你拿杯水 还要四天了 什么懒药 垃圾 今天有点痛 药剂师在给我配药 that's right 今天准备试着我自己打一下 看这个针 来 自己打吧 我不敢 我摸到这个针我就不敢了 不会啊 我先一直打进去 我自己打 啊 那我不在家你怎么办呢 加油加油加油 我不在怎么办啊 我聚不进去 你可以的 三二一 我只聚不了 我真的聚不了 我吓不了手 我真的 我现在要晕了 你现在这样 我真的要晕了 你不要晕 你要不太一点 我不行 我待会又要晕了 三二一 你的感觉都没有 你好厉害 太厉害 你好厉害 你自己怎么办呀 我不敢打 我真的不敢打 刚才我还想说我自己打没问题 但是我拿的好 这个要闯回去了 这个心理太难了 其实本身身体还好 但是我下不去闯 然后其实一开始 这个过程就是非常的害怕 我不知道为什么医生 会相信我们这些 就是没有专业训练的 普通人来做 国内做试管的话 很多时候你可以去社区医院 找护士打针 这些就比较方便 但是在这边的话 基本上就是自力更生 迪伦打针真的打得非常的好 快准狠 我基本上没有特别的痛苦 今天刚看完医生 这个周末坚持打完 下周一再来看 医生今天说我取卵 估计要下周四 或者周五 我感觉我就是一个行走的 蛋蛋 肚子里的蛋蛋要好好长 一二三打得十七刚刚好 好 今天是周六早上 然后今天有一个新的针要打 我已经在打第三针了 就是一个好像是防止提前排卵的针 所以现在早上要打两针 然后晚上打一针 快点 每天好多针 昨天还去抽血 反正现在去医院就要抽血 看我的血质 不过我的 你叫什么 磁性激素 掌握得很好 长得很快 所以 sorry 有点有点血血了 我们在朋友家吃饭 时间到了 我们要打针 yup 3 2 1 我发现我看了就是看它推进去的那个感觉 我就 不行 你在做什么早饭 你在做硬盒早饭 小面 这是清淡一点 昨天那种 好的 看我可爱的小蛋蛋 看你什么 我是蛋蛋 宝贝封号了 3 3 2 1 4 3 2 1 3 2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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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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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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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5 6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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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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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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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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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卵子的一个生长状况 真的每一个坐视馆的女性 都是伟大的女性 不仅要承受自己身体上的一些 不适一些痛苦 然后心理上也要承受很多的压力 然后我的取卵日呢 就安排在了4月30号 马上我就要去做手术了 今天是取卵日 早六点半起床 因为我八点半的手术 然后提前两个小时 吃那个止痛药 然后吃了 然后洗了澡洗了头 反正洗干净了 交给医生去做手术 昨天晚上麻醉湿又给我打电话 反正就是问一下具体的情况 他说差不多手术做完 10到15分钟就会醒来 我八点半进去的话 他说应该在10点10点半吧 就能够出来 有一点点紧张 但昨天晚上我睡的还蛮好的 然后在今天早上呢 就是闹钟还没响 我就自己醒了 因为其实肚子有点不舒服 有点像就是大姨妈要来之前 那种肚子很不舒服的感觉 反正就是胀胀的酸酸的 坠坠的 昨天一天都没有拍 因为昨天人反正不是很舒服 脚就像灌了签一样 很难受 然后酸酸胀胀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刚刚我吃了药的关系 反正我现在感觉挺好的 希望今天可以一切顺利吧 一定不要附水 不要附水 我现在回来了 在车上等他 刚才跟医生沟通了一下 然后可能也就要一个小时的样子 对一个小时 然后取暖的过程好像就15分钟这样 紧张 但是我觉得他应该没什么问题 我在这里下面等他 一小时以后我就回去 结束呢 结束了 我好开心 你取了29个 29个 我希望他们都能够手机 对 可以取呢 我做完手术出来了 我在笑等等 取暖当天还是比较顺利的 这好像也是我人生第一次做全麻的手术 就是在贝林的这个过程中 经历了很多我的人生第一次 那个麻醉师给我打好麻药了之后 还在跟我讲话 然后我还想跟他说 我左边耳朵上挂的一个东西 就是一个应该是氧气管 还是什么之类的 我也不知道 还没有挂好 说完那句话之后 我就什么都不记得了 等我再次醒来的时候呢 我已经在旁边的休息的房间了 然后有一个护士呢 会在那里守着你 要把你叫醒 然后负责跟你聊天 就是确保你不要再睡过去 然后那个护士呢 也是一直就是负责我的一个护士 不知道为什么就聊到 为什么要来做事管 然后我就不争气的又哭了 我当时还觉得我怎么会这么丢脸 好像在全麻醒来之后 就人的情绪很容易滴落 然后很有那种想哭的冲动 当天一共取了29个轮 然后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开心 就觉得之前的辛苦打针什么的 都值得了 然后就开开心心的回家了 真正的痛苦才开始 有经历那个卵巢过季的反应 接下来的几天都是遵守高蛋白饮食 然后吃什么冬瓜呀 喝什么电解制水啊 其实家里面都有准备了 来之不易的冬瓜 说来好笑为了买冬瓜 我们把中国超市日本超市 韩国超市都跑了一遍 没有 不知道为什么 在我唯一需要吃冬瓜的时候 它断货了 看到海底捞油 所以点了一个番茄锅 然后里面煮了四份冬瓜 也就这么点 卵巢过季这个覆水是真的还蛮厉害的 比我之前打针所有加起来都痛苦 做完手术的第一天晚上 就整个肚子可能鼓起来 我觉得它顶到我的横隔膜 我整个晚上没法睡觉 呼吸这个地方就会非常的疼 所以我都只能那种轻微的 一点一点的呼吸 然后肚子非常的脏 然后如果这个问题很严重的话 是需要回去看医生啊住院的 我并没有那么严重 但是我就在脖子这么严重的情况下 我都还是觉得挺难受的 我圆滚滚的肚子 完全瘦的瘦不回去 就是我时间吸气 吸就吸不动 就这样 好严重 但是呢这个事情就只有慢慢的熬 就是它一天一天的这样会消下去 当时我的肚子就是覆水骨的来 就像怀孕了一样 我正在试我新买的这条大王的裤子 就准备带去夏威夷穿的 哇这个地方好紧 侧面坑坑我已经没有腰了 胃这里聚称 然后这个地方就是聚崩 但是别说这个崩着还蛮舒服的 因为它就有点支撑的那种压迫感 我就 现在已经是排卵后的第五天了 我还没有消下去 我每一天都在等医院的消息 不知道我的卵宝宝长的什么样 不知道精卵有没有结合 不知道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样子的 所以其实每天也是还蛮忐忑的 跟你update今天第五天哦 之前讲说13个在涨 比较好的10个 有6个涨的快 4个涨的慢 好消息是6个涨的快的 有5个特别特别好的已经站出来了 好 那其他中等速度的还在涨 相当接近终点线 明天会给你下一次的update 天呐 我好害怕呀 因为PGS还有一定的淘汰率 那我还在做一次吗 为什么你要做一次 不知道够不够啊 为什么会不够 你一次就放一个呀 那你又不是说一次就能成功 天呐这太不容易了 我都这样了才只有这么几个 嗯哼 生母一代 没问题的 我很有信心 今天医生又给我们打电话啦 不要难过 不要难过呢 我们要的是质量不是数量 好吗 嗯对他打电话就一开始就说是个好消息 哇然后他们去送PGS 然后最后再淘汰一个 我希望他一个都不要淘汰 好棒啊 然后我说是不是下周会有那个就是出PGS的结果 他说要等到再下一周 可能17 18 19就下周一 再下一周的周一周二 所以下周我们就什么都不用下 太开心了 本来是好吃的 嗯 好 其实你不用担心 不要担心 这会是个丁 哦我觉得他就是 太难了 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拿起来 我就深呼吸一下 我都有点不感激 开心 开心 好我上班了 好好好你去吧 嗯 好拜拜 好拜拜 一天天的心情跌宕起伏太难了 医生是想让我这个月等着来姨妈 然后休息一下 然后再下个月在锦州准备移植吧 所以本来我们下周也要出去了 所以就什么都不要想好好的放松一下吧 太难了 虽然我知道也不可能不想 肯定会想 然后因为我们做的是第三代试管 他是可以选择做PGS testing 我之前有生化的经历嘛 所以我们就选择要做这个基因的检测 然后当时我跟迪伦也是在做完了这件事情之后 临时的决定要去夏威夷 取完卵之后 接下来的一步就是移植了 那之后怀孕了 可能就没有再这么自由自在的出去玩 可以小酌喝点酒 可以吃想吃什么东西吃什么东西的这样一个机会了 在夏威夷度过了一个非常难忘又愉快的假期 从夏威夷回来之后 我们就终于得到了最后的消息 哈喽 我们刚说到结果咯 那我们立刻打电话给你报告一下 所以这是最好的节目咯 打电话一个呢 心里有的问题 对 然后呢 这个有各种各样的一个想法 在晚上常常常我在想 要是都不过 那会要重新再来一次 不用了 在整个等待这个结果的过程中 我感觉也跟坐过山车一样 也许你今天听到的消息是特别好 特别让你开心的 明天呢又告诉你 结果养囊可能只剩下了一半 因为在养囊和做PGS这个检测的过程中 是非常费囊胚的 幸运的是我们最后的结果 还算是比较理想 虽然不是养囊大户 就有七八个十几个好的囊胚这样 但是最后的结果呢 算是我们可以接受的 我们两个队就是宝宝的性别 并没有特别的在意 但是我知道有的人 他也许养出来囊胚全部都是男孩 但是他特别想要女生 他也许就要经历第二轮的IVF第二轮的醋排 然后我的医生呢就告诉我 在休息两轮的大姨妈之后 我们就可以进入到下一个阶段 也就是移植了